在美国纽约的繁华街头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来自世界各地说着完全不同的语言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为了生存在街头巷尾石荒 每个伊拉罐和瓶子能回收换的五美分 相当于人民币三毛 他们拖着麻袋来来往往穿梭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而这群看似落魄的人或许还有着你难以想象的辉煌过去 60岁的沃尔特曾是一位越战老兵 他已经捡了18年伊拉罐了 这是一项全天甚至说全年无休的工作 如果有一天偷懒或许就换不到足够的钱去吃饭 有时一些好心人会主动给沃尔特瓶子 这是他最开心的时刻 沃尔特以前是厨师 这些食荒客曾经都有工作 但如今他们却不再被需要 用瓶子来衡量商品价格是沃尔特的习惯 一杯咖啡是50个瓶子 巧克力饼干是450个 房子是1亿个 这个瓶腿的老兵没钱看病 他用55个瓶子买了半袋酒 然后颤抖着倒进塑料瓶 沃尔特一瘸一拐的离开了 白天食荒 夜晚睡公园外的长椅 没人知道他还能监视多久 这位犹太大妈叫苏珊 和其他食荒者相比 衣着惩洁 还戴手套的她显得与众不同 刚开始做这份工作时 苏珊恨不得每天低着头 生怕有熟人认出来 她有着科学学士学位 曾为微软和康博等公司工作 甚至还获得过计算机生态圈奖 这代表她的能力曾是业界前20% 但现在苏珊的社保钱根本无法维持生活 所以她选择食荒来补贴 纽约的街头有很多回收专用机器 投进多少瓶子就能拿到多少钱 这对食荒客们来说非常便捷 当然这个行业也少不了竞争 瓶子只有那么多 减到多少各凭本事 苏珊就经常和一位华人大妈抢地盘 这位大妈不会多少英语 但她在吵架方面丝毫不弱 旁边全家的大哥见怪不怪 她承诺帮苏珊多减一些 这场闹剧才终于结束 没有谁对谁错 大家都是为了生活 这位潮流的大爷叫杰米 他边听音乐边拉罐子 曾经他也在皇后去的工厂上班 这条路上的食荒者 会将瓶子统一卖给废品商 这笔机器要节省时间 这对夫妻是来自威迪玛拉的农民 他们养育着八个孩子 食荒对他们来说只是过度 在这干六个月 等农忙的时候再回去种玉米 之后再回来 为了孩子们的将来 他们愿意如此辛劳 对这个黑大叔来说 他宁愿进监狱待着 也不想再拾荒了 至少监狱可以洗澡 还有免费的一日三餐 在唐人街回收中心 一位来自大阪的日本人 混入其中 他叫约翰 以前在时髦中心当程序员 后来楼塌了 他的工作也没了 这个木棍是他防止小偷 半夜偷东西的 他面容沧桑 话也不多 只是一个劲的埋头苦干 这位叫哈桑的埃及人 则格外开朗 他认为 有钱也不一定开心 而凭借自己的双手劳动 其实就是最大的幸福 旁边说越野的华人大姐 莉莉 是哈桑的女伴 她们十年前相识 后来因为相互需要 而走到了一起 对哈桑来说 爱情不是在一起的必要条件 喜欢和需要就足够了 之前 哈桑没有住的地方 生活条件很差 没有热水 不能洗澡 是莉莉帮助了她 而她现在 也帮莉莉一起捡瓶子赚钱 如果没来美国 莉莉的生活就是 重天影机 她本来在这儿开了一家餐馆 但后来餐馆逃避 她就只能拾荒谋生 看着餐厅里吃饭的人们 莉莉有些羡慕 她拖着沉重的瓶子前行 还被路上的行人责骂嫌弃 因为一晚上都在干活 莉莉回家一时深夜 这个小小的一居室 住了整整七个人 看起来低色拥挤 她劳累的打了几个哈欠 但没有时间留给她休息 新的一天 马上又要开始了 约翰和莉莉算是好友 尽管他们语言不通 但还是经常互帮互助 晚上回收站下班时 莉莉会把瓶子 交给约翰包管 她一点也不担心 对方会给弄丢 而她也会帮约翰 捡头刮胡子 因为去店里捡发 要花40美元 而且他们还会嫌弃 约翰身上脏臭 因为没有地方冲凉 约翰的身上满是斑驳的脏雾 她笑眯眯的看着镜头 只是那笑容悲伤又凄凉 和大多数拾荒者相比 担心妈妈纽薇 要过得好一些 她和两个孩子 住在一间相对宽敞的屋子里 在吃过简单的早餐后 女儿就被送去学校了 她则带着 还没到入学年龄的儿子 一起去路边捡罐子 这个小男孩不吵不闹 只是懂事的跟着看着 纽薇希望孩子们 都有美好的未来 不要和自己一样 做这么辛苦的工作 所以她拼尽一切 也要供他们上学 妹妹和两个侄子 有时也会来帮忙 多亏了这些罐子 一家人才不至于饿死 很多人看不惯 他们翻找垃圾 但除此之外 他们不知道 还能做些什么 两个小孩 对此也非常熟练 他们手脚麻利地 整理着平平灌灌 这就是属于 他们的童年 纽薇的妹妹 并不忍心让孩子们 早早成熟 她悄悄地抹着眼泪 但她无计可施 在2013年 也就是纪录片拍摄时间 美国失业率不断高盘 曾经那些为社会发展 创造了价值的人 如今却不再为社会所需要 在这残酷的世界中 许多人穷击一生 都在生存线上挣扎 而你的自尊 是否能坦然允许你 靠捡垃圾为生呢 在纪录片中 不是每个人 都乐观怀有希望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如果你能接受自己 接受这样的生活 那未来何尝不是充满希望呢 我是拉环 关注人间一拉罐 带你看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态